在香港第一天 9月28號開始佔領中環運動之後 那麼年晃曾經給我們看到的是 這一個畫面對不對 是香港鳳凰衛視台 說畫面是抗議的民眾 但是標題叫做 香港萬人慶國慶支持依法普選 所以其實也不只鳳凰衛視 因為中國很多媒體都這樣寫 我在想應該是統一公稿的 所以他們說把它叫做 中共黨媒黨的喉舌對不對 說香港萬人慶國慶 結果網友就炮轟了 炮轟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來看 對不起 所以那時候鳳凰衛視 就是香港萬人集會慶國慶 支持依法落實普選 主播很漂亮 新聞是假的 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專門的中天電視 10月1號戰中 說這個叫做戰中入業不退 首頁迎接入10月1號國慶 這是贏國慶嗎 前面一段是對啦 戰中入業不退 那什麼叫新聞專業 那戰中是為了什麼 為了慶國慶 不是 是為了抗議 對不對 為什麼 戰中一開始是挑10月1號 不是28號 28號那是預演 我是覺得其實不要苛責 他還沒做個新聞說 87枚催裂彈 就是煙火 國慶煙火87枚 國慶煙火 先釋放對不對 對啊 先釋放 當天打成那個樣子 我那時候看新聞 我還以為這是在中東的街頭 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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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就寫 10月1號國慶煙火 對不對 87枚大家歡慶了 而且慶祝到哭出來 你知道嗎 你自己極而泣 對啊 雷杯老都這樣滿臉累 迎接國慶 我覺得應該做這個新聞 這明明是在撲滅登格勒並沒文 對 我就是說 這個事情鬧成這樣 全世界都知道 那掩耳盜鈴 以台灣四大報好了 就和忠實你不報 其他三報不報嗎 三報頭版都是那樣 對不對 國際媒體 紐約時報也是頭條放在那裡 我的意思說這是要騙誰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笨 所以用這個騙台灣的名 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要表態 表態給誰 表態給中國看 給北京看 這個報紙有得買嗎 他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他在那邊生意有沒有什麼 他可能在那邊有很大的生意 你知道連勝文接受 這個日本駐台的這個代表 問他說一國兩制的時候 連勝文是怎麼說 他說短期內應該不會是主流 那連勝文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不是要叫你做分析 分析是我們在做的 連勝文你的立場是 一國兩制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洪宜我要講的是說 這些人 我們覺得他們很愚蠢 很扭曲事實 可是他們在做的是 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量 我覺得這才是可怕的 那洪兄會不會 我們其實也誤會了 搞不好他們真的在慶國慶 搞不好有啊 而且他這邊只有寫 首頁迎接錄十一國慶 對 他迎接啊 這個語意就是說 他們不退 他們暫中 他們暫中 其實是為了慶國慶耶 對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他編輯也很辛苦 人家 我就是要講這一句 他還可以寫迎接 這個編輯要想多久 才能想出這一句話 對不對 可是這是編輯的原意嗎 我覺得這一定是 那個背後的老闆 他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編輯會很辛苦 去想出這個 對 你就想想看 他做這個 根本不是要給台灣的人民看的 他就是給中國那邊看 他在那邊有多大的利益 有多少 不然他怎麼會忘 對不對 那 我覺得他這還好 我發現應該是自由時報 憑股之報 聯合報亂寫 這個 我覺得這個 之前 國際矚目的 你不報 報什麼 九月高溫 這個是可悲 這個是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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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明明 不是只有不報 這個還 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成黑的 香港戰中 是在抗議中國 十一中國 你國慶是被虛報 其實也不要太苛責他 他這樣還算不錯 他這樣他就跟我們台灣人講 就是說 他這個就是背後就百分之百 就是有中資的媒體 要想他控制 不然中國如果抽銀根 他要怎麼辦 對不對 他算還不錯 你看 所有的CNN 所有的路透社 所有的 只要在中國的 只要播到這個 全部都斷訊 全部都被黑白的 什麼都沒有 這個國際新聞也都報了 所以他這樣還不錯 他還要想出這麼一大堆 不要讓他斷訊 對 他還沒讓他斷訊 好 你注意看 這個是連線的記者 叫李中方 所以有人在那邊站著連線 對 時期當過電視台的記者 也當過電視台的主播 你也要連線 對 這時候連不曉得怎麼連 非常困難 因為現場的狀況跟 現場有20萬的群眾 他們現在呢 手持著手機上面 並且打開了這個 拿著雨傘 手上拿著雨傘 一切都是為了 關慶明天的到來 不可以笑場 要專業 對 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 紅鹿講的對 就是說這家電視台 他們其實已經夠費盡心思了 他告訴你說 你看我是有報的 你看左上角 我是有標 十一 站中 有沒有 我告訴你我有報導 但是那個內容 我的確是經過相當多的 這個 很難想出這樣的標題 就他的手法上是細緻的 他跟中國還是有差別 中國就的確是 你這個外電報導 只要講到站中 就直接變成黑畫面 也不管你這個節目是播到哪裡 只要出現這個字 就直接卡掉 就讓所有的觀眾 就傻眼 怎麼變黑畫面 結果他也粗暴的 沒有在設計說 我的手法上 是不是應該細緻 是不是應該做到說 讓你看不太出來 這個世界以外 還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 所以中天其實好的 他是慢慢的設計說 你看喔 有這麼多人 然後他們都非常歡欣鼓舞的 為了跟我們大家 一起來慶祝 等待明天的朝陽 20萬人 所謂87個什麼吹淚彈 這些事情 你怎麼去把它扭曲 對 所以我要講 就是說就我以前 在電視台工作經驗 如果長官真的下了 這麼明確的指令 我覺得就只有一個選擇 我就離開這家媒體 我有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 我絕對有碰到過這種情況 那到最後你 忍不下去了 你就只好離開這種環境 因為這個是極度違背新聞專業的 這阿晃跟我 我們兩個保鮮人 就是你起碼 就是你的新聞判斷可以不準確 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能造假 對 不能夠說謊 這是一個媒體 最基本的要求 現場聚集了20萬人 拿著手機照亮天空 然後呢 大家 帶著保鮮膜 要歡進十一國慶 然後警察已經 煙火打了 87發 還有塑膠子彈一起慶祝 還有香蕉水 辣椒水 香蕉水 好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看 竟然國民黨的立委 去幫中國慶祝國慶嗎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